事虽小物善为,狗善为子道亏,物虽小物私藏,狗私藏轻心伤,事情虽然很小,不要擅自做主,而不禀告父母,假如任意而为,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。 东西虽然很小,也不要被这父母,偷偷的私藏起来,假如私藏起来,被父母知道了,父母心里一定十分难过,这段是说小事或小物,都应请教父母,不可自己做主,事虽小,物善为,狗善为,子道亏。 父母最关心我们的人格发展,深怕我们交到坏朋友,学到不好的行为,出入不正当的场所,染上坏的习惯,这些不好的言行,常常因为疏忽些微的小事而造成的。 同学们正在求学阶段,有什么事情,应该事先向父母请示,既可得到父母的经验指导,又可免除不必要的错误,真是一举两得。 但是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亲太啰嗦,事情管得太多,想自己做决定就可以。 于是,有的就结伴到新奇的电动玩具店,或是购买暴力色情的书籍录影带,无形中身心受到强害而不自知。 或是自己到水边海边游泳,冒住危险登山,以为这些是小事,等到发生事情,往往危及生命,而让父母痛心,轻捧惋惜。 不过,有的同学会怀疑,好的事情向父母禀告,却得不到父母的同意,岂不是要错过好的机会?遗憾终身了吗? 大家要深思,何以父母会不同意?往往是怕我们受到伤害才反对的。 如果真的是好事情好机会,我们就要委婉地向父母亲说明,解除父母心中的疑虑,得到他们的应许才去做。 假使父母仍不同意,心中仍然担心不已,我们岂能忍心任意去做呢? 不虽小,不私藏,狗私藏,轻心伤,我们从出生起,所用的任何东西,都是父母亲费心所准备的。 父母亲呕心沥血尽他们所有的能力,让我们所吃所用无所匮乏,即使损伤了自己的身心,也无怨无悔,还实时忧虑子女的一切。 假使我们为了自己,把东西私藏起来,只供自己使用,连时时为我们着想的父母亲,都怕他们知道,父母亲见了,怎么不伤心呢? 在我国东汉时,有一位年纪才六岁的小孩,名字叫陆继。 有一次,在九江遇见当时的太守元树,原太守认为他的相貌不凡,就拿出橘子请陆继吃。 陆继就多拿两粒藏在衣服里,等到要回家告辞的时候,橘子突然掉出来。 原太守以为是陆继贪心,就问他原因。 陆继回答说,橘子是我母亲所喜欢吃的,因为没钱买橘子,所以想留住拿回家给母亲吃,并非自己贪心。 还请太守原谅,原太守觉得这孩子太难能可贵了,肯定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 同学们,陆继时时想住母亲,希望母亲和他一起分享甜美的橘子,这般孝心,多令人感动。 我们对父母亲不仅不私藏东西,更要能体贴清心啊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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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.